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花蓮台北还有磐石搜救队27名上山 我们分座四个梯次 三个梯次在他们的扎营点那边做搜索 另外一个梯次由河场步行到登山口那边做地面的搜索 该名兄弟他在3月1号去取水以后 他就没有再返回营地 目前是失联状态 那个失联人员他失踪的时候 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装备或是什么的可以帮助他这样 因为该名同仁他是去取水 所以他身上并没有一些完整的装备 他是属于轻装去采水 所以有鞠鱼翼而已 是的 当时是下雨是不是 山上是有细雨 那整个搜救过程就是黄金时间大概是多久 因为他是我们这些兄弟 我们的黄金时间我们是无限延长 会持续的搜救 在此阅上 我们放了这么多 的黄金时间 还有 folks 我们先拒绝等 散 喝 好 散 我